所以那时主要 那个所谓共产主义的失败 主要就是 人没有想到人会有私心 不过现在过这个所谓自由经济体系的崩溃 也是和人心有问题 是说人是过分的贪婪 所以主要两个体系的落点都是关于人心 一个是人有私心 是共产主义的那个失败 因为他没有想到 我和你一样工作的话 同样哪一样的酬劳 肯定是人家不会真心的去工作了 在这个自由经济体系是说 鼓励每个人有私心无所谓 只要你付出你的劳力 你得到你的代价 不过从这次的金融危机 我们看到就是说过分的贪婪 就使到这个整个自由经济体系的崩溃了 尤其是一向来所谓自由经济体系 是政府不 绝对不可能用人民的血汗钱去成就这些有所谓有问题的公司 因为这是违反自由市场的原则 不过这是George Bush 那个布审总统说 他是为了网救自由市场的这个体系 而不惜动用人民的金钱 所以你看从这次的金融危机里面 你发现到中国的经济体系有可能会成为未来世界的主导 因为他是把这两个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融合一体 而且非常成功 从1978年到2017年都是不断的成长 9.9% 你看这个经济体系会不会成为未来世界的主导 好我们看就是说会不会成为主导 这个暂时我是觉得还没有 不是这么容易下一个结论 可是有一个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说 就是说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说目前的我们所谓测量经济 测量一个国家的繁荣 一个经济的成长 这个测度呢 在一定程度上 我相信我们已经开始面对瓶颈现象了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最简单的测量 就是说最基本大家最通用的测量经济 就是说我们的GDP 国民总生产 这个国民总生产 当然我们可以知道有各种不同 三种不同的测量方法 可是最终我们如果注意看一下呢 这个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体系的经济成长 它的最基本呢 就是在消费方面 就是说人地球的人民要消费 消费之后经济才会成长 所以就是这个模式呢 坦白的说我是觉得会开始面对瓶颈现象 因为我们可以了解到比如说像现在 已经是面对着资源竞争的状况了 比如说当中国在发展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到有所谓的能源竞争 就是争夺 然后那些矿物争夺 所以这个模式呢 坦白的说我希望会有一个人 可以再重新检讨过 就是所谓怎样去定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反忆 of by bwd6 谢谢观看